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1001 然后3乘以37是111 这就使得如果3乘以7乘11乘以13再乘以37 就会是1111116个1 那如果我再把它前面再乘以9 也就是说我这里如果补了这个2次 总共就3次 那就变9999996个9 这就意味着 这就意味着当你的7去除以任何数字的时候 它都会出现以6为循环节的情形 那也就代表怎么样 13其实也是 13其实也是 就是说13分之1 13分之2 13分之3 13分之85都会循环6节 这样子 那是不是37也是呢 37循环3节 就是你有更短的循环节的话就是更短的 所以11只有循环2节而已 因为11是对应到那个99 对不对 9乘以11是99 那如果是 这里9乘37是999 可以吗 所以我们在这里就有提到这件事情 27乘以37是999 那事实上它是从这个3乘以37是111这件事情来的 那7乘10 写在这里 7乘 7乘11乘13是1001而已 那所以7乘11乘13再乘3再乘37再乘9 是6个9 也就是说你这个分数会循环几位呢 它就是说对应到的是你会是连续几个9的因素 那因为我一直去找我那个9一继续加9继续加9 总是会有把你除掉的时候 所以说每一个数字不管你分母是什么 都可以顺利的对应到一个连续几个9的因素 所以不管分母是什么 它都可以化为这个连续几位的循环节 11是循环两位 13呢 13跟11一起 13跟7一起循环6位 17循环18位 19循环也是18位 有够长 对不对 有够长 那就不会卡 就不会卡 所以 什么样的题目能够拿来出呢 我不可能出一个循环18位的 我能让你除都不敢 因为你18位哪一个数字算错就错了 谁要死 那老师对答也难对 所以能够出的只有什么 除了3 9 11 就是什么 7跟13 都是循环6位的 可以吗 101循环4位 37循环3位虽然更小 可是37更难想到 更罕见 那其中7有一个极大的特色 什么特色呢 7循环6位 而他的余数也只有6种 这就导致了7 就由我们第一集介绍的 他在循环的时候 142857 142857 14 对不对 428571 571 428 对不对 他一直不断的这6个数字排来排去 是因为他循环6位 而且他也只有6种余数而已 所以他就有这个很漂亮的特色 13就没有了 所以也不会拿13来出题目 但是7的话 就好像可以接受 所以会友的教材里面 会拿1分7来作为他的出题的内容 那你说如果老师没有带学生背过这个142857呢 那学生就不会写 那现场除啊 6位现场不能除出来吗 可以 可是18位现场能除出来吗 不行 这样有懂吗 就说明一下说 所有的分数都可以化成循环小数 为什么 以及就是说会化成几节 看你是连续几个9的一个因素 你就可以化成几节 那我们来看这一题 这个他问我十三分之七和三十七分之五 化成循环小数的时候 循环节会有多少 那我们可以利用刚才已经讲了 就是说13是因为他跟7、11、13乘起来是1001 所以他要变成那个几个9 连续几个9 所以是13的倍数呢 答案是6个 所以他循环节是6节 那37的话 因为他3乘37就是11 所以他是999的因素 所以是循环节三个 不过我们在这里呢 除一下 顺便验证我们的这个刚才所讲 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所以5除以37的话 这个当然除不尽 0 1 3 7 13 0 3 1 19 0 5 5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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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6 5 5 6 5 5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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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花時間讓我們一直去重複 所以利用這個機會也講一下 那接著我們來出租看這個7分之13 那一開始當然是0 沒有啦 所以0點 ok 出現了重複的余數7 所以7分之13會是0.538461538461循環 所以你看我們剛剛這樣講是正確的 那我們來試試看這一個370分之1001 那有了我們前面介紹的底下這兩題的經驗 那你應該可以理解到 其實我們就是要把它的分母 湊到變成好幾個9 因為我們沒有去背那個37分之多少 7我們才有背142857 但是37我們沒有背 所以你要把它調整到好幾個9 那37是配上3是111 所以我們在這裡是上下同乘3 同乘3會是111 0分之30 0 0 3 再同乘9 是9990分之27027 可以嗎 然後再利用我們前面那個9家族的處理技巧 所以它是10分之1的999分之27027 注意時這個999的話是3位 所以是把27搬出來 10分之1的27 然後999 然後這個27027的話呢 搬走27個千 所以還會留下27 所以剩下54 那樣會是 10分之1的 27點 注意是054 不是54 然後循環是循環054 所以是2.7054 好 接著我們來看這幾題 那這幾題都具有一點代表性 你也可以說有一些小小的陷阱在 第一題還算是比較基本 這個9千分之32會不會是0.00322循環呢 那 概念就是這樣子 你把它1000拿出來 1千分之1乘上 9分之32 你就會發現它是 我們這個千分之1改寫小數好了 0.001 這樣位置比較小 乘上 什麼 3又9分之 注意 你把3拔下來上面會加3嘛 所以它不是3又9分之2 它是3又9分之5 所以怎麼樣應該會是0.001乘上3.55循環 也就是0.00355循環 而不是2循環 可以嗎 好接著我們來看這一題 990分之32會不會是0.0323循環 你想說32怎麼會變23循環呢 那我們來做做看 所以我把0抽出來是0.1乘上99分之32 所以是0.1乘上這個 99分之32是0.32循環 所以它其實應該是0.032循環才對嘛 所以這題的答案是錯 錯啦 它是對 為什麼呢 因為它只是往下循環一個而已 你繼續往下走你就會發現它是0.0323232 所以如果你寫32323循環也是對的 那麼你想一下這個會不會對 9900分之10032 那一看就知道怎麼樣 兩個循環節 這只有一個循環節而已 所以是怎麼樣 錯的 真的嗎 你想說完蛋了 感覺好像應該是對的 那我們把它提出來 總而言之就把它畫回來 但是0.01就1%乘上99分之10032 那就會是我們把100抓下來 0.01乘上100又99分之 100抓下來上面留100 所以132還可以再抓1下來 1分之101又99分之33 所以換成小數的時候是1.01乘上101.3333循環 那在這裡你就會發現怎麼樣 這個33循環其實就是3循環 所以再退兩位的話是不是1.0133循環 對喔 所以這是對的喔 那這個咧 999分之2999 那會不會是3.002呢 如果你有直接看出來就是說 999乘以3是2997 你可以直接提3下來 要不然你就提2下來也沒有關係 2又999分之 那你上面999要加2變1001 然後再提1下來 所以這是對的 可以嗎 就是說如果你第一時間有查局到上面這個數字 其實下面超過3倍 那你就可以直接做 你會更快的發現它是對的 這個咧 一樣0.1乘上99分之991 所以是提出10 提出10 0.1乘上1699分之1 你如果先提9下來 它就會變分子會變100 然後再提1下來也可以 乘上10.01 0.1循環 在那個 寫這樣 改下面寫 所以它會變成10.01 0.1循環 這樣子會變成什麼 1.001 注意喔 它不是循環001也不是循環1 它是循環01 所以這個是錯的 就是說你在這裡看到這個1的時候 它不是循環1 它是循環01 這樣可以嗎 那我們這堂課上到這裡